王爷嘛 我跟你说啊 王爷的颅骨肯定特别好看 我果真没有看错人 你可真是个绝好的武作 不过 王爷虽然生得好看 可我总觉得 他不该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 王爷和萧将军 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吗 是啊 他俩是西平公主一胎双生的 双生子有时候也会长得截然不同 这没什么奇怪的吧 双生子长得不像没什么奇怪的 可是 就像我之前说的 看父母的骨骼相貌 就能推测出孩子的相貌 虽然不是实诚实的准 但是 看萧将军和王爷的相貌 总觉得 他们不像是一对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这句话你可别被萧锦麗听到 他护起王爷来是什么样子 你可是见过的 要是被他听见 一直揍你 依我看吧 我觉得他们可能 一个长得像父亲多点 一个长得像母亲多点 又或者是王爷在娘胎里 自己拿主意多了点 我跟你说啊 王爷从小就是自己的事情 自己拿主意 兴许是他想长成这样 就长成这样了 那王爷的眼光 还挺好的 王爷 王爷 怎么样 桃像做得如何了 做好了 不过我是第一次做 可能做得不太好 但是大致的眉眼轮廓 肯定不会错的 做得很好 余夏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安排 今天辛苦了 赶紧回去休息一下 有什么线索 我会亲自去告诉你 谢谢王爷 冷月 替我送他一下 好 走吧 孙公公 秦公公 秦公公 你 出去 是 知道 为什么把你留在这儿吗 秦公公问你话呢 张嘴啊 死了 是啊 好像吞了毒 西域 草无头 西域草无头 还真是西南的人 好大的胆子 把手都伸到宫里来了 把我当眼下耳背吗 只怕还轮不到你们在这儿撒野 师父 你这说谁呢 你能确定在宫中散步 昌王之势的就是此人吗 千真万确啊 咱们来的突然 他仓促赴死 一定还有什么东西未及销毁 给我仔细地搜一搜 是 师父 什么东西啊 您看 博古斋的取货探 博古斋 掌柜的 秦鸾到咱们这儿来了 请 盛公公 快快快 奉茶 不必了 你是这儿的掌柜的 小人见名吃方 正是博古斋的掌柜 问秦公公 秦公公亲临小殿 小殿无上荣耀啊 这好像是一位小公公呢 自居在这儿 我这就去取东西 秦公公 您稍候 来来 秦公公公 手艺不错 可与宫里的工匠逼肩啊 秦公公谬在 他送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跟你说过什么吗 只是说修补一下这个物件 其他的并没说什么 总听朝中的官员们说呀 博古斋 这个博古斋 是长安的枫雅人士的粮仓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哪 你看看 连掌柜的都失敬不离手啊 附庸枫雅 附庸枫雅而已 秦公公庙在 小人实不敢当啊 难得秦公公光临本殿 这样一点小意思 请秦公公笑纳 秦公公 赤掌柜 太客气了呀 应该的 应该的